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地图的种类 判读 首先我们的学习重点就只有这么一个 我们到底可以透过地图看到什么呢 所以接下来是用一到两分钟的时间来引起动机 希望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地图的重要性 首先是这张地图 相信这是同学们都很熟悉的Google Map的街道图 就算是同学没有使用过 应该或多或少也都有看过吧 像老师啊不是台北人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电子地图的话 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迷失在茫茫的大台北之中了 但是同学们你从这张地图中还有看到什么吗 是看到捷运路线 那有看到密密麻麻的道路网 有找到台北市站吗 还是有看到台湾博物馆呢 那通过这张照片啊 老师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城市聚落的发展历程哦 仔细看看整个图的左手边 这个红色区块内的道路跟街坡 再看看右边 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街道与街坡 聪明的你应该马上就知道啦 台北城市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从西边到东边 所以左手边的话呢 这样子细小而零碎的街区 其实就是沿着河边发展起来的老聚落 那接下来随着都市的不断扩张 然后还有都市计划的形成 就会开始出现像右上方这样子四方而整齐的都市规划区域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一张图 哇 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故事呢 那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更靠近一点 放大来看看台北车站周边 同学们有看到什么吗 从地名还有道路圆环的分布 你有看出什么端倪了吗 诶 没错哦 非常有概念 你脑袋手想的应该就是我想要说的 首先是北边的北门 还有看到这个西门站 还有南边的小南门站 你说诶 有北门 有西门 有南门 那东门在哪里呢 没错 就在这个圆环的地方 所以从家子的地名 还有道路的设计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整个台北城在过去的发展 应该就是沿着这四个门的区块 那我们就对照一下古地图吧 好 所以这张是1895年台北及大道城蒙甲的掠图哦 好 所以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区域框起来的就是城墙 内部就是过去台北城的位置 好 那我们再看看这四个区块红色圈起来的框框 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四个门以及圆环的锁在地啦 那我们再回到这张地图 虽然古城墙都已经拆掉了 不过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到说 过去古城墙的位置 其实现在的道路相对于周边的路来讲都是比较宽阔的 所以围着台北城的这四条分别就是中孝西路 中华路 现在的爱国西路 还有中山南路 所以同学们 如果未来在这四条道路上行走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古城墙的这样子的古朴的风气 那其实这四条道路的周边也有非常多的古迹存在哦 不仅历史有见往之来的功能 其实地图同样也有 我们看到过去的古地图 可以了解整个聚落的发展脉络 跟可以从中想象未来的规划历程 所以地图的话 小虫日常生活的规划 达到整个聚落的发展进程 甚至地图在过去都是一种治理者的工具 因为它对于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一句 所以地图是这么样的棒 但是难道每一张地图都真的必须这么好用这么正确吗 其实也不一定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张地图 这两张地图都有一些可爱的错误 说可爱的错误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像左手边这一张古地图 1571年福尔摩沙和周边国家的航海图 这个是葡萄牙人所废制的 我们台湾岛的话呢 被化成了红、蓝、黄这三个区段 其实台湾是一个完整的岛屿 但是因为过去的航海家从台湾海峡经过的时候 他看到了很多的大河 所以以为呢台湾是有很多的岛屿属成的 其实这不过就是大河的出海口 但是航海者从这样子海上看到陆地的时候 或觉得说是被切割了很多的小岛 因此有了这样子的误解 所以地图也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哦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图是1985年的金箭版地形图 看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里本来应该要有的松山机场 全部都变成农田了 所以其实是为了军事的目的 所以我们掩盖了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 目的呢是担心说 如果有敌人看到了 这边是重要的军事机场的话 那可能就会变成攻击的目标了 所以地图会说话 但说的话可不见得是正确的哦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同学们 好好的来认识一下 究竟地图有怎么样的类型 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来解读每一张地图呢 好了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期影片吧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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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